精神病监狱的两名护工走进病房 他们先是调戏了一名女病人 然后来到了大块头的病房 大块头刚开始看上去很平静 一直在专心做自己的手工 但随着护工不断的调衅 他终于出手了 大块头是这所监狱中最危险的人物 没有之一 他一旦起了杀心 没有人能活着离开 即便是向来对他很好的老护工也未能幸免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新万圣节 男主从小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家庭 老妈在夜总会跳舞维持生机 继父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小混混 姐姐就是一个小太妹 在这种环境里生活 男主的性格变得是越来越扭曲了 他唯一喜欢的就是自己那个还在婴儿车里的妹妹 男主在学校里也是个瘦气猫 整天被一些混小子欺负 校长把男主的老妈请到学校 向其展示了男主虐待小动物的照片 并请来了儿童心理学家王教授 王教授说 像男主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干预 今后很可能会出大事 放学之后 男主尾随着揍过他的混小子来到一屁镜处 然后突然袭击把混小子给胖揍了一顿 万圣节的晚上 男主和继父一起看电视的时候 继父把他从头到脚数了一通 不仅侮辱了他的人格 还编持了他的自尊 加上姐姐言而无信 只顾着跟男朋友亲热 根本不陪他出去叫唐狗 这导致男主彻底爆发了 虽然他只有十岁 但动起手来绝不含糊 齐里咔嚓把继父和姐姐 以及姐姐的男朋友全给杀了 男主的老妈下班回到家 看到男主抱着妹妹坐在家门口 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起恐怖的凶杀案 震惊了各界人士 由于男主尚未成年 被有关部门关进了 戒备森严的精神病疗养院 受法院的委派 儿童心理学家王教授 负责监视男主的治疗情况 在询问的过程中 男主声称自己并没有杀害过任何人 而且还向他老妈询问过家里人的情况 在疗养院待久了 男主渐渐的迷恋上了这双面具 而且他也越来越少 以真面目示人了 整天藏在面具的后面 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完全封闭了起来 虽然王教授想尽了一切办法 但对男主来说却没有任何的效果 在一次探访的过程中 病情越来越严重的男主 又杀了一名讥讽他的护士 他狂躁的表现 令他老妈彻底崩溃了 整日回忆过去一泪洗面 最终因为无法承受这一切 开枪自杀了 15年之后 老护工带着新来的护工 来到了男主的房间 新护工对着男主大放厥词 一敲一敲的替自己挖着坟墓 15年过去了 一句话 这让王教授有一种极大的挫败感 他早就潜力气穷无济可视了 他告诉男主 这是他最后一次的探访 希望男主好自为之吧 晚上两名护工来到病房 他们先是欺负了一名女病人 然后又去挑衅男主 他俩的无脑行为 很快为自己招来了杀神之祸 干掉这两名护工之后 男主又把一直对他不错的老护工给杀了 然后就向小鸟飞出了牢笼 猛虎放回了深山 开始了他的杀炉之旅 睡得迷迷糊糊的 王教授半夜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老爷子一听男主跑了 吓得浑身就是一机灵 卡车司机正在卫生间上大号 这时门外响起了很不友好的敲门声 卡车司机拔出匕首打开门 看到戴着面具的男主正站在门口 双方的战斗力显然不在一个层级上 男主最终获得了卡车司机的拳头罗美 他回到昔日的家里 从地板线尾取出了当年杀人时用的那把餐刀 和那个看上去就渗人的面具 女主虽然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他这个年龄正是叛逆的时候 居然把他老爸交给他的信件塞进了男主家的门风 由于发生过恐怖的命案 男主家现在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兄宅了 下午放学 女主和两个好朋友走在回家的路上 这时候他无意中发现 路对面的男主正死死的盯着他 和同学分开之后 女主总觉得背后冷嗖嗖 男主倒是很沉的住气 在后面不急不躁不远不近的尾随着 又是一年一度的万圣节 女主的闺蜜和男朋友来到男主家废弃的宅子优惠 对男主来说这可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 岂容他人谢的 他首先很轻松的干掉了闺蜜的男朋友 然后又掐死了女主的闺蜜 晚上女主和自己的女同学刚离开家 男主就杀到 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女主的父母给干掉 女主和女同学两个人 这天晚上都在帮别人照顾孩子 女同学为了跟男朋友约会 让女主帮着照看一下孩子 王教授来到警察局让警长必须重视起来 因为他知道男主这天晚上一定会大开杀戒 而且还会去寻找自己的妹妹 也就是女主 听了王教授的话 女主家打了一电话 但女主的养父母已经接不了电话 原来在十几年前 男主的老妈开枪自杀之后 正是警长把男主的妹妹送给了他现在的养父母 女主的女同学正在雇主家和男朋友亲热的时候 男主拎着刀出现 男主首先干掉了女同学的男朋友 然后又把女同学折磨了个半死 当女主送孩子回家的时候 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他急忙打电话报警 刚好被正准备赶往他家的警长和王教授听到 一直在犯罪线上没有离开的男主 打算活捉自己的妹妹 女主一看大事不好磨头就跑了 他刚跑到雇主家 男主就跟着过来 两名警察文讯而至 但是都被男主给解决掉了 被吓得昏死过去的女主最终被男主给包走了 警长和王教授终于赶到了现场 两个孩子大喊着说女主被男主给抓走了 男主把妹妹带回他们七日的家 然后拿出了他抱着妹妹的照片给女主看 由于当年出事的时候女主只有两岁 因此过去的事情他根本就不记得 也不知道面前的这个面具男就是自己的亲哥哥 男主取下面具露出了真面目 希望妹妹能回忆起过去的事情 但女主完全没有理解 上去就给了男主一刀 然后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往外跑 可由于慌不择路 最终被男主堵在了游泳池里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王教授及时出现了 看着男主一步步逼近女主 王教授迫于无奈直好开枪了 不过类似这种变态杀手 似乎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王教授本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 可没想到身中树弹还没有死的 男主又杀了回来 趁着男主收拾王教授的时候 女主再次展开了自救 他躲进鸡脚嘎啦 等待着警察的到来 可最终还是被男主给发现了 兄妹俩一起从楼上掉了下去 女主用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 把男主给毙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吧 要想孩子走正道 家庭环境很重要 鸡犬不仅整天吵 脾气肯定很暴躁